这个女人仅仅17岁就坐拥千亿财产 住着顶级豪宅 继承着七星酒店 每天身边都有个黑皮男宠陪睡 而老公只是管理家业的工具人罢了 跟她的男宠狂欢一整晚后 睡到自然醒发现今天有约 她用尽群力缓缓起身 身后的男宠得礼 费扬扬拉住瑟琳娜的手 想着早上来一发 却被瑟琳娜一把推开 她精心打扮一番 高跟鞋的声音缓缓逼近 这边的宝石商听到立马低头哈腰的讨好 拿出店里心道的顶级珠宝 她熟练地戴起手套准备查看 一旁的学徒正迷恋着瑟琳娜的盛世美颜 此时德里 费扬扬扬姗来迟 这粪土般的颜色引起她的注意 就当瑟琳娜对着这些作品一顿吐槽时 她斜眼看见异常 突然脸色暗了下来 只见学徒正目不斜视地 看着坐在正对面的德里费扬扬 瑟琳娜冷声道 老板娘 我今天是挑不成项链了 您请回吧 听到这 学徒发现自己忘了正事 瑟琳娜诡异一笑 好看吗 你看上去一点也不关心自己卖的宝石 面对我这个老主过 你连基本的专心没让我感受到 瑟琳娜走去德里 费扬扬身旁 一把拽起 甩到她面前 让你看个够 吓得学徒一愣一愣的 她赶忙下跪道歉 见此情况一旁的珠宝商力马远场 对不起瑟琳娜大人 她第一次来 还不懂规矩 冒犯了你 请原谅她的无礼 我今天带错宝石了 惹得你不高兴 她护着学徒的肩膀 先告辞了 德里费扬扬 缓缓起身 旁边的女仆在这种场面 已经见惯不怪了 你还好吗 费扬扬语气寡淡表示 又不是一次两次了 况且她确实触及瑟琳娜的雷区 不过今天格外敏感 今天是什么特殊日子吗 反应过来 原来是那位回来的日子 今天是周四 他们还得一起用餐 外面雷电大雨交加 让瑟琳娜的心情也郁郁寡欢 此时马车上下来一个 穿着一身正装的男人 此人正是瑟琳娜的工具人丈夫 艾泽喜洋洋 女人尽管每天躺在床上 钱包都有几亿的流水路障 生活不是在买衣服 就是看珠宝的路障 长得就是一副不可靠近的盛世美颜 在丈夫的眼皮底下养男宠 结婚四年见面的次数屈之可数 今天丈夫的归来 让瑟琳娜的心情变得郁郁寡欢 因为她必须在规定的时间 跟丈夫共进晚餐 每到这个时间 他们的仆人都会无比紧张 甚至比跟客户开会还紧张 因为四年期间 每次用餐都会闹得不愉快 对比现在已经冷静多了 他们联姻是为了守护 谢雷尼蒂家族 尽管怎么讨厌对方 都要甘愿忍受共处的时间 此时艾泽喜洋洋率先开口 有份文件需要你签字 放后过来办公室一趟 瑟琳娜听亚道 签字 他自己也清晰知道 需要他亲笔签的 肯定是设计重大事项 此时还在解映地表示 你不是什么事都能处理吗 自己看着办吧 艾泽喜洋洋并没有多余的话 放下餐具转身离开餐厅 留下瑟琳娜独自惆怅 可想到是家族的事情 她如约地走到办公室 想看看她到底想干什么 看到文件内容 居然是收回八位委员长 对家族的所有支援和权利 可在外婆成立酒店期间 这八位委员长都是功臣 因为他们的康台解狼和不令赐教 才让酒店站稳脚根 可喜洋洋没有任何理由 却要解除他们的权利 瑟琳娜愤怒地将文件扔到地上 你当我这个继承人是空切 我不想破坏跟八个家族有好的关系 喜洋洋双手还凶 是吗 你觉得他们也是这么想的吗 那你觉得我会签字吗 可喜洋洋根本不在乎她的怒火中烧 只是用看白痴的眼神看着她 此时两人你不让我我不让你 满屋子的火药味 女人是家族里唯一的继承人 因为家族企业陷入危机 不得不跟最讨厌的男人联姻 女人只是把她当作管理企业的工具 而在男人眼里 她就是一无是处的花瓶 评论区打出爱自己的一百种方式 看看你们的视察 爱泽喜洋洋 你当我这个继承人是空气吗 明明我才是继承人 根本就没有通知 直接让我签解除八大家族的权利合约 此时爱泽喜洋洋 嚣张跋扈地冷横道 签好字 然后出去 喜洋洋走到她面前 你最好给我乖乖签字 瑟琳娜扑痴一笑 你凭什么对我呼之来挥之血 拿起文件呲啦啦啦撕掉 哎呀真糟糕 你说是不是 此时瑟琳娜的外婆 到来打破这僵局 她叫黎安斯 是谢雷尼地酒店的创始人 她缓缓躲进来 今天真的糟糕透了 爱泽喜洋洋对外婆尤为尊重 正准备说文件的是 瑟琳娜昂首大叫外婆 您千万别被她欺骗了 她双手脱胸 刚才给我一份不像话的文件 逼我签字您知道吗 她要解除八大家族的权利 那可是您和母亲多年的心血 她就知道心疼家族 每年带来的损失 不把目光放得长远 黎安斯转身看向爱泽喜洋洋 瑟琳娜还在等待外婆 强制爱泽喜洋洋 却不料等到是她的夸赞 做得好 这件事早晚解决 外婆的做法让瑟琳娜多吃一惊 外婆拉着喜洋洋的手 缓步离开 身后的瑟琳娜露出 不敢置信的表情 居然夸她做得好 怎么会 那可是外婆 可是事实都顺自己的外婆啊 如今什么都变了 自从她硬要我跟爱泽喜洋洋 结婚那时候开始 瑟琳娜不甘心 外婆一定是疯了 她冲进房间 大声地呼喊得理费洋洋 看到伤心的公主 她心疼的抹着站起 大步大步地蹦去瑟琳娜面前 一把暴走 发生什么事情了 她能清晰感觉到 瑟琳娜的身体在发抖 我希望那个人死掉 今天外婆像是变了的人 甚至让我感觉很陌生 看到爱泽喜洋洋 我觉得我的存在 根本就是毫无意义 尤其是她的眼神告诉我 我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花瓶 那责备我的眼神 实在受不了 美洋洋负责貌美如花 喜洋洋负责赚钱养家 费洋洋负责和美洋洋 在床上蹦跌 因为瑟琳娜的愚蠢 遭到外婆的无视 伤心的她跑到 德里费洋洋的怀里 边哭诉边嘴一个 瑟琳娜很忌讳 她是格雷恩家族的人 她虽然有能力 但是她是不值得信任的危险人物 她很快就露出真面目了 时机一到 她肯定会把谢雷尼地酒店 归根他们格雷恩家族所有 会不惜一切代价 干到妨碍她的人 与其落到他们手中 还不如亲手毁了她 这不比那光彩 她扑通地坐在地上 深爱的家族就要不复存在了 此时外婆让爱泽喜洋洋 谨慎处理好八大家族的事情 原本外婆掌权时 也想解决这个问题 可爱泽喜洋洋已经想好对策了 外婆了解瑟琳娜的脾气 询问需不需要帮忙 爱泽喜洋洋漫不经心地表示 签字只是流程 自己只是想让她知道这件事 奶奶抱歉地让喜洋洋体谅一下 相比企业事物 瑟琳娜更加让你受累了 外婆点燃一根中华 述说起以前的回忆 因为波顿爆发战争 丈夫的阵盲留下了 我和女儿贝拉相依为命 当时自己体弱多病 她突然有一天消失了 年幼的女儿会无依无靠 同时也害怕失去了毕生的心血 所以小时候就开始对贝拉严厉教育 而贝拉继位酒店就结婚 年纪轻轻就生下妮玛拉斯和瑟琳娜 贝拉想让孩子们轻松快乐地成长 做自己想做的事 自由地生活下去 事业待他们长大再交也不迟 可现实却那么不如意 马车发生事故 让瑟琳娜变成孤身一人 瑟琳娜还没成年 也没受到过事业的教育 突然接手家族企业 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 那时候瑟琳娜 甚至连简单的合同都女不好 因为自己的病情恶化 遭到很多家族的虎视眈眈 刚好爱得喜羊羊地出现 这也是让瑟琳娜厌恶我的原因 酒店托付给你是最明智的选择 说完她拿出一份文件 我在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东西 男人跟富婆结婚四年 富婆在男人眼皮底下养情人 跟情人没日没夜的狂欢 当听到主治医生说 你们结婚四年了 想要孩子很正常 但是你老婆瑟琳娜现在还不能怀孕 甚至会危害到孩子和她自己的生命危险 玩归玩闹归闹 别拿怀孕开玩笑 平时的冷山霸总坐不住了 平时的礼节礼貌都不注意了 直接跑去寻找德里费洋洋 一旁医生看到此场景 惊讶到了 他们是契约夫妻 一般不是没感情了吗 可在外人面前 她就是瑟琳娜的丈夫 总不能怀上演男人的孩子吧 此时的瑟琳娜正在房间和男宠德里费洋洋睡觉 因为主治医生们的到来 见不得人的总要回避 费洋洋来到后花园欣赏着惬意 医生们也说瑟琳娜的身体状况 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差 她只进食了几颗葡萄 胃口也不是很好 吩咐女徒把那些餐点拿给佣人吃 她询问身边的女徒 德里费洋洋去哪里 葡人知冷知热地回答道 瑟琳娜大人 有外人来的时候 没必要因为费洋洋露面 让传闻发酵 原来王国里的人都是签保密协议的 她满腔怒火地表示以后不管谁来 必须让德里费洋洋在我身边 此时她来到琉璃花园 计划着跟德里费洋洋去郊外旅游 因为丈夫爱泽喜洋洋的回府 让自己的精神太紧绷了 所以打算跟她去旅游一番 她看到窗外费洋洋跟另外一个人聊天 靠近一看居然是爱泽喜洋洋 原配和情人正面对刚 因为老婆放着千亿家产不管 只知道跟男宠狂欢 在医生那里得知现在不能怀孕 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外婆托自己教导瑟琳娜 她可不能出事 爱泽喜洋洋顾不到自己的高贵身份 来到琉璃花园 费洋洋正在喝着咖啡 欣赏着花园的惬意 她看到喜洋洋礼貌的行李 平时希子如今的喜洋洋 今天就开门见山 我出差听到关于你的传闻 看来你经常和瑟琳娜出席大活动 费洋洋镇定自若表示 因为瑟琳娜大人需要我 爱泽喜洋洋继续阴阳怪气的暗示 是啊 必须的用处只有这了 听到这费洋洋怒摔手中的咖啡 察觉到此人来者不善 你这话什么意思 能来到这个家的所有人和物 都有存在的理由 无论是地上的蚂蚁 会飞的蟑螂 躲在暗处的老鼠 均是如此 你也不例外 像是在宣誓主权 费洋洋不屑地表示 我待在这个家是主人瑟琳娜大人的意思 除了她谁使唤我也不好使 爱泽喜洋洋事如必喜表示两年前 我允许你进家门 是因为瑟琳娜有失眠症 对很多事情太敏感 我才允许你哄她入睡的 仅此而已 此时费洋洋反客为止 引起这些事情都是因为你 所以你得发挥你自己的作用 她想起主治医生说话 会危害生命 她坚定地告诉费洋洋 请不要越界 如果她因此死掉我会很困扰 她凑近警告着 瑟琳娜现在还不能怀孕 请在这方面注意一下 如果因为你 我的计划出错我会饶不了你 屋内的瑟琳娜气喘吁吁地走出 她好奇为什么喜洋洋和费洋洋会待在一起 不管怎么样 她敢跟费洋洋说难听我话 绝饶不了她 费洋洋紧握双拳告诫喜洋洋 在这个家 只有我能稳定瑟琳娜的情绪 如果不想你那了不起的计划泡汤 请不要用这个语气跟我讲话 你以为我没有对你做过调查 我会允许你进入我妻子的卧室 你觉得得到瑟琳娜的心 就可以再泄雷尼地呼风唤雨 识项点不然我会把你 严严实实的秘密公布于众 你只是对我有用而已 此时瑟琳娜突然在身后窜出 她怒吼着你在干什么 你对德里费洋洋说什么了 她伸手推向喜洋洋 不成想自己扭到脚 摔了大扑通 我老婆现在还不能怀孕 请你在这方面注意一下 这是原配给男宠的警告 老婆在身后想袭击 却不成想自己摔了的大扑通 而丈夫爱泽喜洋洋 只是无动于衷面不改色地看着 评论区打出爱自己的一百种方式 看看你们视察 男宠德里费洋洋紧张地跑出关心 她愤怒地看向爱泽喜洋洋 抱起瑟琳娜回到房间 费洋洋细心地包扎伤口 瑟琳娜也在抱怨着丈夫的冷漠 就算关系再怎么不好 也不能置之不理吧 难道是因为她是格雷恩家族的人 而且还要当着她的面受伤 太丢脸了 她抱着膝盖埋怨自己那么弱小 轻轻一碰就受重伤 她会觉得我毫无用处的 解决我也是 so easy 德里费洋洋抱起瑟琳娜 欲言又止地提起爱泽喜洋洋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她愤怒地表示 这种事为什么要来问我 费洋洋连忙找 因为要同一个屋檐生活 所以要基本了解一下 心有余悸地想起她的警告 应该不是说说而已 瑟琳娜表示她是个危险的人物 是格雷恩家族的刺客 她已经跟家族断绝关系了 可能是受到哥哥的排底 而他们家族表面看起很正经 被地理和违法组织都有联系 妨碍他们做生意的人都会被灭口 而她的母亲正式被发现杀人 自尽地 从此格雷恩家族为了赎罪 开展了慈善事业 洗白了自身形象 反而家族企业都正兴旺 他们家族就是坏人的巢穴 只要某个人懦弱 他们就会弃之如碧鱼 所以外婆让我嫁给她 真的是无法理解 此时爱泽喜洋洋走进瑟琳娜的棚 结婚四年 丈夫第一次进妻子卧室 却看到妻子跟男宠暧昧 她放任着家族企业不管 爱泽喜洋洋第一句话就是 我在想 我要不要教你 看着她那冰冷的脸色 瑟琳娜一头雾水你在说什么 喜洋洋看了看一旁的费洋洋 无关人员可以出去一下 费洋洋仗着瑟琳娜撑腰 她表示拒绝 你也看到瑟琳娜大人受伤了 需要包扎 瑟琳娜虽然讨厌丈夫 想到可能是有关家族大事 她吩咐费洋洋先出去 费洋洋从喜洋洋身旁走过 满满的火药味 丈夫走到瑟琳娜的床前 一把拽起她的手 瑟琳娜一惊 她挣扎着 甚至以为丈夫想弄断自己胳膊 只见丈夫细心的包扎 喜洋洋冷哼到乱动的疼的是你 她露出冷若冰霜的表情 一直以为给你一些时间是对的 所以我才放任不管 瑟琳娜抽走自己的胳膊 然后呢 做了这个决定 你倒是坚持啊 现在怎么跑过来说要教我 你以为有外婆在 你就可以再谢雷尼地一手遮天了吗 连我也要管一管 喜洋洋缓缓靠近 她好奇地询问 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 她继续追问 我是拯救你家族的恩人 如果我们没有结婚 在家族我的权利是受限的 就会不断地受人威胁 刚结婚的时候 你不信任我 所以给你掌管事务的职位 结果因为你的愚蠢 签了读完条款的合同 后面拍卖会上也被欺骗 即使你闯了这么多祸 一直都是我给你擦屁股 并没有责怪你 你自己活得像个傀儡 是因为无法接受自己的无能吗 瑟琳娜金咬牙 讨厌你是因为你是格雷恩家族的人 你们家族人都是败类 做谢雷尼地的主人 并不会让你满头 你是想把我解决掉 想彻底占领她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听到这喜洋洋猛地站起来 我会解决你 原来你一直都是这么想的 她撩了撩头发 那我们的关系就没有改善的机会 她霸道地捏住瑟琳娜的下巴 我必须要你活着 才能意识到自己是这么无能 瑟琳娜用力地水开她的手 看着眼前的喜洋洋 眼里透露着高高在上的样子 包容你小孩子把戏也是有限度的 心里讨厌我有什么用 现实真正赢得我才行啊 评论区打出爱自己的一百种方式 看看你们是啥 所以你真的要向爱泽喜洋洋学习经营吗 她害怕瑟琳娜跟喜洋洋相处太久 会让她心情烦躁 不过当瑟琳娜有独当的一面 我可以理所应当地赶走她 因为瑟琳娜妈妈去世的早 她并没有学习的机会 现在喜洋洋无疑是自掘坟墓 费洋洋温柔抚摸着她的发丝 不过以后白天我会很无聊呢 瑟琳娜扑吃一笑 我会在晚上多陪陪你 看着这阳光明媚 感叹今天出来想说是对的 看着眼前的德里费洋洋 头发长了很多 非常漂亮 可哪个男人会喜欢被说漂亮呢 这不是娘的意思吗 她捏了捏瑟琳娜的脸蛋 再说我漂亮 我就留胡子了 瑟琳娜猛地坐起 你竟然捏我脸 费洋洋理直气壮地表示 瑟琳娜大人 你身体的每一处我都哄摸过的 费洋洋是讨厌被说漂亮 还是以后赔完时间变少了 再使性子呢 费洋洋一把抱起瑟琳娜 两人暧昧地对视着 瑟琳娜凑了上来 要是留了胡子她会很扎人 我们就不能做那种事了 是谁吃亏了 她羞涩地低下头 要求瑟琳娜吻自己 此时她偏步 逗了一下费洋洋 我不 我要你吻我 两人在一个风和日丽的野外 干了一番 此时的喜洋洋 询问着瑟琳娜的踪目 得知她居然悠闲地去野餐 看来还没打起精神来 她吩咐助理乌尔懒洋洋 把瑟琳娜带回来 不得不说此时的懒洋洋 真的是勇敢打工人 在这紧要关头 打搅他们 懒洋洋是勇敢的打工人 刁蛮公主跟情人在外打野战 打到一半叫她回去学习 吾尔懒洋洋捂着眼睛 儿童不宜 评论区打出 爱自己的一百种方式 看看你们视察 瑟琳娜小姐 对不起 艾泽大人喊你立刻过去 瑟琳娜满脸愤怒 这是我的自由 凭什么对自己呼之来挥之去 她就要跟丈夫对着干 瑟琳娜让懒洋洋靠过来 她低语地表示 我会赢你的主人 说完发出讽刺的微笑 她怒气冲冲地走回去 换好衣服 瑟琳娜直径地走到外婆的宝座 根本没睁眼瞧丈夫 傲娇地坐下双手还胸 我需要读什么 拿过来 喜洋洋缓缓走过 起来 你的位置在哪 本来不爽的瑟琳娜回怼 这本来就是我外婆的位置 跟你学习并不是做你的下属 看瑟琳娜那么倔强 她一把举起椅子连带人 抬到秘书位置 麻烦的公主 想要成为真正的主 你现在有资格 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好 你觉得你可以坐上外婆 用血汗拼来的位置吗 自己不会羞耻吗 瑟琳娜生气地握紧手 可我就是瑟琳娜美洋洋啊 我留着家族的血脉 我就算不用干什么 永远有资格 喜洋洋抢先到你觉得你可以 我以为你对外婆很尊敬 没想到却如此轻浮 竟然心安理得地享受结果 瑟琳娜恼羞成怒 闭嘴 像你这种人懂什么 喜洋洋冷声道 那就证明给我看 如果真的爱谢雷尼帝家族的话 今年的谢雷尼帝纪念活动 好好给我完成 也会是平民 每年热点讨论避世 谁收到谢雷尼帝的邀请函 所以当年外婆和母亲 在快到纪念仪式的前几个月 就拼命地工作 外婆时常教导 就算自己像个隐藏的影子 也要像光芒一样耀眼 喜洋洋做着最后的警告 现在还剩一个月不到 今天开始要努力准备 瑟琳娜猛地站起 没头没脑地怎么做 喜洋洋拿出几本书籍 这些都是网年的记录过程 你看一下 仔细看 找好感觉 我跟懒洋洋费了不少功夫整理的 还有记得背下来 平日的霸道丈夫看不起妻子 想不到外人的一句话 却直接停掉百亿的项目 此时的克森汽车的CEO来谈项目 就在快要成交时 CEO克森让爱泽喜洋洋 在瑟琳娜面前多美言几句 毕竟他对汽车未来的经营的方面不太懂 此时喜洋洋立马黑下脸 克森先生 您为什么要说我妻子不懂经营方面 伸出手的克森略显得尴尬 爱泽气势汹汹地继续说道 这家酒店不是一个人经营的 不要觉得我妻子不露面就什么都不懂 所有条款都是我们共同决定的 一旁的懒洋洋也看呆了 上一秒说瑟琳娜活得像傀儡 下一秒霸气狐气 外面的人 无论如何都不能看不起瑟琳娜 克森卷缩双手 我只是 被一旁的同事打断了 爱泽转身离开 之后会联系你的 再见 车上的爱泽喜洋洋情绪非常低落 要是没戒烟现在高低来一顿 她突然跟吴尔兰洋洋说起心事 瑟琳娜没有学过经营 再成年也跟我成婚 主导权也被我夺走了 她一直以为我会占领谢雷尼蒂 然后解决她 她为了把我赶走 好像一直在挣扎想要做些什么 实际上并没有机会 大家都知道谁强大才能握有主导权 如果不是我在身边 别人根本不打算留时间听他们说什么 他们之后端上一杯茶问候 黎安斯大人就是瑟琳娜的外婆 外界人都知道我们表面是夫妻 实际上我只是带着经营 这也表明瑟琳娜没有能力经营 可以是被忽视的 就是这样她气馁了 就是那时候她活得像傀儡 德里费洋洋就是那时候入府的 正是瑟琳娜最抑郁的时期 吴尔 我们不能让任何人忽视瑟琳娜 她的名誉也关乎到家族的 她现在看上去就是一只富养的金丝雀 如果好好培养也许就是一头精英 回到家 她开口就询问女仆苏妃 瑟琳娜完成任务了吗 您今天出去后 她一直待在别院 晚饭也是那边解决的 艾泽微微一笑 欣慰地表示看来她开始认真了 找一个舒适的地方工作 成婚四年 她认为丈夫是贪图家族财产 她不惜拿枪指着丈夫 被丈夫反杀 艾泽喜洋洋来到别院 这是瑟琳娜小时候待过的地方 至今还留着那些痕迹 都是她喜爱的玩具和物品 可见妻子小时候多么受宠的 喜洋洋走进卧室 以为她为了打败自己会多么刻苦学习 想不到在睡觉 不过主治医生说过 瑟琳娜有睡眠障碍症 一旦集中精力会犯困 看着眼前熟睡的妻子 她一把抱过床上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瑟琳娜这么安分 看着还挺乖的 可跟我待在一起 就像年纪过百的倔强老奶奶 艾泽转身看到没怎么吃的食物 合读了一半的书籍 居然还做了笔记 不过也是 在学生时期每一次考试都拿第一了 还挺像样的 书籍突然倾斜 吵醒了熟睡的瑟琳娜 她迷迷呼呼睁眼发现有个身影 突然想起这是别院啊 连废洋洋都没权利进来的地方 猛的睁开居然是艾泽喜洋洋 她立马拿出抽屉里的枪 她清晰的记得 艾泽喜洋洋说过那样的话 会找个机会除掉我 还要伪装成意外事故 年纪还小的瑟琳娜什么都听懂 所以对喜洋洋有所黄辈 她心里扑通扑通的 你怎么会在这 反倒被艾泽责怪 这些都过去半夜了 你居然在睡觉 看来你没有毒癌啊 她走到冰前一把躲过手枪 公主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呢 甚至还教导瑟琳娜 按下垂机瞄准才能造成危险 指着瑟琳娜的脑袋 一把瞄准旁边的花瓶 哼哼哼 吓得瑟琳娜色缩的臂 她不可置信地询问艾泽 你居然敢指着我 遭到艾泽一阵嘲讽 这话应该我说吧 真不自量 连这些事都没完成 她把枪口贴近瑟琳娜的脑袋 你觉得我在对你开玩笑吗 坠续用枪指着自己的富豪老婆 只因她不好好学习 她用枪口抵住瑟琳娜的脑门 并想跟妻子用性命做赌注 谁赢了就可以取对方的命 她不满地表示 给我这么点时间 让我背那么多东西 难道你让我施展什么魔法吗 你以为你是是 幼稚少儿小说里面的霸道总裁吗 艾泽喜洋洋反驳道 至少不能躺在这里呼呼大睡吧 你的态度非常不好 瑟琳娜握住双拳 无话可说 确实是自己跑到床上睡了 好巧不巧居然被艾泽看到了 真的是受够了 艾泽看着她愤恨的眼神 想起十年前 答应她哥哥的事情 抱歉 尼玛拉斯 我没有办法温柔地对待你妹妹 所以答应不了你嘱托 艾泽和尼玛就独一所高校 两人也是好朋友 单纯的尼玛伸出双手 表示以后多多关照我妹妹 我们能成为朋友也是缘分 这事也是最后的嘱托 艾泽并没有紧紧握住那双手 因为她知道长大的关系 随时会发生变化 不过自从接手谢雷尼地酒店 并没有辜负你的嘱托 可艾泽只能用这种方式 来激活瑟琳娜 此时瑟琳娜怒吼着 要动手赶紧 不要在这里贬低别人 又大方给人机会的样子 真恶心 艾泽喜洋洋扑斥一笑 你居然会说这种话 那你得先等等了 等到你毫无价值 我会考虑的 她不可置信了 没想到她居然明目张胆的 艾泽冰冷地询问你 一直不信任我 我会利用你 背叛你 解决你 会夺走家族的一切 那你也定可以利用我 你也要准备好背帮我的时机 这不很公平吗 你敢把姓名当赌注吗 我们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有人到达终点 就把枪口瞄准对方 我会心甘情愿地死去 她把枪里的子弹全部扔了 如果你比我晚了 死的就是你 听懂了吗 说完把枪递给瑟琳娜 艾泽准备离开时 她突然问主 我们结婚前 你跟外婆做了什么交易 替我掌管家业 会获得什么好处 她沉默不语 并没有当面回答这个问题 只是冷漠地让瑟琳娜 后天一起去酒店 你做好准备 每天只会看珠宝 买衣服的百烂千金 终于开始认真搞事业了 这都是多亏丈夫用枪骂喜 今天一早就要和丈夫 去酒店上班了 她从男宠的怀里睡醒 评论区打出 爱自己的一百种方式 看看你们是啥 男宠的李 沸杨杨看见瑟琳娜的脚 还没好转 她要求不能穿高跟鞋 瑟琳娜转头 对她微微一笑 没关系 我可以坚持 这一笑让沸杨杨感到诧异 一大早心情这么好 昨天晚上别院还传出枪声呢 她凑上去吻了吻瑟琳娜的乡间 马上就要去酒店上岗了 虽然她装作不耐烦的样子 但是看得出来她内心很激动 夫妻俩三天小吵四天大吵 这一天格外地安住 她偷偷地瞥了一眼 那天她说要我找好实习背叛她 那你就等着瞧吧 先开枪的肯定是我 此时楼上的沸杨杨默默地注视 这一切像是在计划着什么一样 虚弱的外婆听到自己傲娇的孙女 终于搞事业了 露出了慈祥的微笑 两人共同在酒店正门进去 酒店的总经理礼貌地打招呼 你好呀 罗健先生 不是 应该是罗健总经理 他表示不用那么陌生了 私下也可以叫我叔叔 我觉得这样亲切一些 进到会议室 桌面上堆成衫的文件 都必须由瑟琳娜先过目一遍 罗健叔叔看到瑟琳娜的表情 还以为是自己给她看得太多了 这些不需要立马披服 可以慢慢看的 而艾泽喜洋洋却觉得 她是因为感到高兴的表情 因为这是她第一次亲手拿到文件 艾泽清晰地知道 重振谢雷尼蒂是她唯一的任务 自己没有义务教瑟琳娜 只是在她颓废时 给她一点点事情干 而平时连听她说话的人都没 以她傲慢的性格是怎么挺过来的 此时瑟琳娜看着文件 刚好很多内容都是外婆给的资料有 还有一些官方词 艾泽打电话时经常提过 她嘴上露出邪魅一笑 有一种刚好考试考到会的 罗剑叔叔提议 由于最近VIP客人增多 所以需要招聘两名员工 看向艾泽和叔叔的谈判 都开那么久的会了 才休息15分钟 她回家还要处理事务 自己也要加把劲才行 不过话说 她表面那么完美无瑕 心里不知道在打什么鬼主意 又说要解决我 可她好像又很用心地教我做事 真的令人猜不动 此年里一直被丈夫看不起 现在终于硬起了一把 此时的她翻阅着资料 似乎发现里面有趣的东西 评论区打出 爱自己的100种方式 是有不懂的地方吗 罗剑叔叔连忙解释 那是扩建工程的预算方案 瑟琳娜认真的询问预算增加了 上涨了两倍多 喜洋洋一把躲过文件 给我看看 以为这期间 她并没有看过我转达的文件 这傲慢的公主只是做做样子 没想到却认真的查阅了 竟然连金额都记得那么清楚 这就有意思了瑟琳娜 罗剑表示因为这款食材无法被开采 通过协商最终把价格提高了 艾泽询问B计划 可那样预算远远超出 而且会让工期变长了 瑟琳娜双手一抬 拥有食材的家族是泰罗亚家族吧 没记错 他们应该有个小矿山吧 关于价格 我会和他们协商的 据了解 就算不能开采 也不会值这个价 重要的是泰罗亚家族 一直用低价出售那些石头 他们是在试探我们的底线 因为母亲经常会带瑟琳娜 去那些舞会场所 经常听到一些人说心里话 因为那些蒙面舞会 遮住了姓名成像 喝醉的酒意渐渐袭来 人们通常说了一些隐秘的东西 第二天就会忘得一干二净 因为堆放针石头 需要管理费和保管费 一天是不少的花销 可现在亏得找不着北 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一些工厂 可以大量生产假的作为替代品 这一些都被墙后的 瑟琳娜听得一清二楚 说这些话的正是泰罗亚夫人 既然我们知道这些材料的原委 他们就别想占我们便宜了 好心的丈夫给妻子买了鞋子 可她却毫不领轻地丢在地上 只因为觉得这是对自己的羞辱 甚至觉得丈夫不用张嘴 就可以包装成好人 而自己去做那个坏人 明明走路已经万分小心了 并没有流露任何破绽 可爱泽总是拆穿自己 瑟琳娜只是不再让她小看自己 根本没法跟德里费洋洋比 她发出沉闷的声音 立马回复 看着被丢下的平底鞋 爱泽微微一笑 看来她对这份礼物感到十分满意 半路的瑟琳娜突然又紧张又头疼 她必须马上找德里费洋洋 猛地坐起 不 现在开始要好好利用时间 回到家立马分速夫人 腾个空房间做办公室 现在的瑟琳娜一心之想搞事业 四年了 突然转变态度 说掉我做事 里面肯定有盼面计划 这样的话 我必须要在她盼面之前向她开枪 看着手中的胖胖 这一刻你就是失败者 格雷恩家族的人 真的是机灵又狡猾呢 她吩咐女仆带来一些水和毛毯 困的时候 拿一盘冷水往脸上泼 不能让上一次那样 当着爱泽的面睡着了 她现在要保证酒店纪念活动顺利举行 必须要独透这些账本 她是个大药 走着瞧 我一定像外婆和母亲那样的完成任务 午夜 艾泽也办完事回家 不一会就听到瑟琳娜 哒哒哒哒哒的脚步声走来 她高傲地表示自己已经全部看完了 这些又厚又该死的记录过 艾泽欣慰一笑 看来你没打瞌睡啊 足足花了两天看完的呀 瑟琳娜听到就不爽了 足足 能在这么短时间看完这么多东西 已经很了不起 你以为谁都能做得到吗 艾泽只是随意一批 辛苦了 你出去吧 瑟琳娜没有想到她会是这么个反应 瑟琳娜匆忙忙地过来 似乎忘记自己穿的睡衣 她意识到后 尴尬地转身离开 艾泽也清楚 除了自己找瑟琳娜之外 她平常是不会穿这种舒适的衣服走在面前 本以为教她做事 是件麻烦又无聊的过程 没想到让我出乎意料 虽然傲气不停 但是很有毅力 她会捉弄人一下 真有意思 因为丈夫忽视她的努力 她吞不下这口气 转头跟情人喝酒买醉 险些被人带去酒店 评论区打出 挨自己的一百种方式 看看你们的视察 眼前的黑皮狼狗 可谓是了解透色琳娜了 看到她在傻笑已经快醉了 久近上来 还会向着孩子撒娇 你知道那副表情很倒胃口吗 他们很生气 还说今年受不到 谢雷尼蒂的邀请函了 听到自家酒店名字 醉醺醺的瑟琳娜 立马转头看去 谢雷尼蒂粉照顾他们了 之前在酒店担任委会长时 还捞很多油水了 太没良心了 邀请函不发给他们又怎么样 他凑近小声地表示 他们好像有新计划 八个家族联合起来 原来艾泽出差回来 要我签字解除八大家族的文件 虽然没有签 这样看来艾泽已经一意孤行了 他猛地站起 他们这是联合给我们捅刀子 他亮枪准备过去偷听对话 如果自己像听到 泰罗亚那件事一样 提前知晓八家族的计划 艾泽肯定会大吃一惊吧 我会让他那纹丝不动的眉毛 因为惊讶而挑起 他指着酒杯笑里藏刀地表示你们好 吃瓜群众看到这么漂亮的美女 他礼貌询问这位小姐你是 因为听到你们笑得很大声 看起来很有趣 我这个人控制不住好奇心呢 一旁的金发男连忙藤位置 来这里坐 这个男人怎么可能单纯地给他聊八卦呢 他伸手撩了撩瑞琳娜的耳环 看着耳环里的身份可是有钱人呀 他内心窃喜 今天运气不错 遇到一个长相 可以跟我来啊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只有你和我 算了 把你的手拿开 一旁的德里费洋洋坐不住了 一把抓住金发男的衣领 把他甩到地上 听到响声周围人都看过来 瑟琳娜拦住费洋洋 我们先走吧 警察来了就麻烦了 走到一个角落 他训斥着费洋洋 不是叫你别插手吗 我一定要知道他说什么 那个男人一开始没打算告诉你 他的意图那么明显 我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你给他戴死 而且你刚刚在醉酒的状态 很危险的 瑟琳娜脱口出 那是因为我信任你 因为你会留意我的举动 我不需要出生你就知道 复活花千亿重金雇保镖 只为防结婚四年的丈夫 因为丈夫为了家族财产 会找个时机除掉自己 还要营造为突发事故 评论区打出爱自己的100种方式 看看你们是啥 他连忙让女仆给自己找一个24小时 都能待在自己身边的人 而且必须要战携手的 不管爱泽喜洋洋的目标是不是我 已经确定了 他正在和某人计划着 德里费洋洋的使命就是保护瑟琳娜 她双手托着费洋洋 你要做的就是不让我受到 爱泽喜洋洋的伤害 就像喜洋洋那样扮成我的丈夫 而你就是假扮我的情人 如果带着警卫会暴露我的想法 不要在乎别人 我们就是用恋人的关系示众 不过我很真实和相信你 因为你很听话 我们无法成为谈情说爱的关系 要适可而止 德里费洋洋不甘心地紧握双群 是的瑟琳娜大人 我会按照你的意思去做 那你要允许我进出别院 因为那天晚上瑟琳娜大人和爱泽的交谈 传出了枪声 我有点担心你 可瑟琳娜并未同意 称别院我有枪还有守卫 而且她把酒店活动的事情交给我 短时间不会怎么样 说完她亮腔地转身走去 看着熟睡的瑟琳娜 妮娜柔弱地挣扎 会刺激到我的神经 令我非常疯狂 她哄完瑟琳娜转身走去书房 她忙忙碌碌好像在找什么 身后的爱泽闻声而来 这么晚了 你在找什么呢 评论区打出爱自己的一百种方式 看看你们是啥 现在府里全部都了解了遍了 只剩别院还有爱泽喜洋洋的办公室 身后的爱泽喜洋洋闻声而来 你不是每天都要陪我的妻子睡觉吗 现在居然敢单独行动啊 费洋洋瞥了一眼 关于我你还知道什么 喜洋洋双手抱胸 我比较好奇幕后主使是谁 至于你和瑟琳娜我都不敢兴趣 费洋洋愣了愣 她居然知道我不是瑟琳娜的情人 而是过来的保镖 那应该没有灭瑟琳娜的打算 但瑟琳娜对喜洋洋的存在 已经恐惧到蒙蔽双眼了 虽然喜洋洋没有下手的打算 但是以后也会变得具有威胁性 喜洋洋幸灾乐祸地表示 麻烦警告幕后黑手 希望你通过那个傀儡 尽快找到你想要的 但一定要在我查清楚你的身份之前 你现在可以离开了 作为家主 我总不能对你这种盗窃行为 睁一眼闭一只眼吧 记住别让瑟琳娜知道 我们是家主和小偷的关系 毕竟我们傀儡公主内心脆弱 几天后 女仆给瑟琳娜装修办公室后 她走出别院看到德里费洋洋 正在忧愁地看风景 费洋洋见此也微笑地打了招呼 你今天很漂亮 苏菲脸红心跳的她 这是第一次对我笑 不过你来这里有事吗 这可是通往别院的方向 费洋洋假惺惺地表示 自己很担心前几天的枪声 瑟琳娜大人独自在里面 我会不安 苏菲也疑惑 如果这只是夫妻吵架 会导致枪走火吗 总之跟喜洋洋待在一起 不会处于危险 您不必太担心 原来苏菲不知道 瑟琳娜雇佩洋洋的目的 她坚定地表示 自己不能放松警惕 毕竟是关乎瑟琳娜大人的安全 苏菲我可是你招进来的 财罚千金最信任的黑皮男宠 贝蒂想利用一只仰慕她的女仆 要求去千金瑟琳娜的禁区 因为那有男宠想要的东西 她利用瑟琳娜的安全 骗取女仆的心软 为了降低警惕男宠 费羊羊邀请她一起去 女仆苏菲想象着跟她单独的时候 她紧张地抓手指 最后理智战胜了爱慕 费羊羊察觉到苏菲的脸色通红 以为是自己说的话为难到她了 她告别后转身离去 留下身后的苏菲不自惆怅 虽然瑟琳娜大人和费羊羊是雇佣关系 可毋庸置疑 他们已经互相爱上对方了 虽然是苏菲让他们相识 要是横插一脚 会让处境很尴尬 因为当年瑟琳娜每天活得像傀儡 她居然要一个手上沾满血的人 留在身边 这又很矛盾又危险 就这样苏菲脱关系 见到了费羊羊 关系人保证她不会出任何问题 现在费羊羊留在府里已经四年了 一直对瑟琳娜的安全很负责 第二天 苏菲带着酒店手册找到瑟琳娜 因为只有一本她非常开心 没想到一本这么大的书籍 真的是白高兴一场 身后的电话响起 原来是罗剑叔叔打来的 他表示瑟琳娜大人猜得没错 泰罗亚家族的矿石都见底了 连管理都一团糟 我把爱泽认识的那个老板 介绍给泰罗亚他们认识 为了表达感谢他们将食材赠送给我们 瑟琳娜也比较谨慎 因为我们自己出 之前他们老是出事故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主子和黑皮男虫准备干柴烈火 瑟琳娜对着费羊羊眉飞色舞 眼神暗示 今晚打算来个不眠之夜 当男宠的手倾轻划过腿间 不经意传来一阵奇痒 男宠亲吻着她的香肩 慢慢把香醇凑上去 你浓我浓 享受着非一般的感觉 突然传来仓促的敲门声 瑟琳娜立马喊停 太投入的费羊羊 她只能边忍受着边应付 我换好睡衣了 有什么事吗 原来是酒店来电话 可一般晚上来电通常是坏消息 一般都是逃亡 盗窃 抢劫等事件 可最棘手的 就是入住酒店自我了断的 这会影响酒店名誉 她调整好状态 来到谢雷尼蒂酒店 了解到死者 居然是个著名的诗人 本身带有名气的名人 会让舆论散播的更广 目前入住了28天 有一个星期 没有踏出房门 没有接受清扫服务 说想要集中精力写诗 后面客房电话也没有接听 为了确认安全 就进入了她的套房 就看到这一幕 一旁放着遗书遗物 罗剑叔叔叹气 这样一来给酒店 带来很大的损失 瑟琳娜安排联系他们的家属 然后被发现这件事的员工 梳理一下心理 放个小假期 警察表示自我了断的案件 就没有必要调查太久 瑟琳娜提前背下酒店手册 以前也有这些事 按流程处理就好了 然后尽量封锁全国消息 几天后 乌尔兰洋洋带着报纸 找艾泽喜洋洋 这几天酒店的气氛很不好 预约也一直被取消 这样下去 营业额损失不少呢 喜洋洋一脸平定呢 按照瑟琳娜的方式处理 需要她慢慢适应接手 我们管好自己的事就好 名人在自家酒店自艺 被广泛传播闹鬼 导致形象和生意损失 散播消息 是亡国影响力最大的报社 麦肯家族 正是八大家族之一 细想可能是因为 解除了八家族的权利 形生恨意 才用着卑鄙的手段 本是合作关系 却变成敌对 真让人头疼 因为瑟琳娜光谈恋爱买珠宝 暂时没想出完美的解决方式 事情闹得那么大 是因为自艺者是位有名人士 那么就反用她的知名度 公开名人的遗书 作为酒店的住宿费 里面还有一句 在这美丽的酒店里 已经足以证明一切 罗建叔叔把它挂在酒店大堂上 客人都纷纷凑上去阅读 随后请一些记者过来 包括麦肯家族 几天后 坏报道平息后 但酒店套房还是没人预定 瑟琳娜在这位夫人的工厂生产玩偶 对于那些社交的人来说 入住我们谢雷尼帝 是他们炫耀的资本 打算给入住酒店的客人们赠送玩偶 没想到效果真的有用 每天的日访量增多 甚至为了玩偶 订单还延续到明年 爱泽迫不及待 跟外婆分享公主的成就 喜洋洋打算把酒店全力让给瑟琳娜 让她为酒店带来很多新变化 几天后 瑟琳娜亲自试用酒店的用品是否合格 甚至给客人安排香槟 把酒店一顿整改 而外婆也对瑟琳娜充满希望 她在慢慢的蜕变 成婚四年 每天甩脸色的冷淡丈夫 醉酒后当着妻子的面 喊着别的女人名字 夜色降临 爱泽喜洋洋喝得鸣鼎罢醉 有公事要问的瑟琳娜满世界找她 看到醉得不省人事的喜洋洋 看着桌上的烈酒 居然连个下酒菜都没有 瑟琳娜站到身后俯视着她的脸庞 结婚四年 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么散漫 淡香的发丝掠过眉眼 喜洋洋睁眼 迷迷糊糊看到一个人影 她用力抓住手臂 两人深情地对视着 她脱口而出两个字 答 呀 回到两天前 苏菲呈上一封信 冰冷的爱泽连看都没看一眼 我说过不要收这个人的来信 苏菲表示上面说 这是最后一封信 必定交到你手中 只见名字是简写的地 放下信口 她回头心有余悸看着那信 多年来 地每个月都会给她寄信来 可爱泽大人从没回过 字体上看应该是个女性 到底是何人 会让爱泽大人如此冷淡 每月送来的信爱泽都将烧毁 甚至没读过 第二天早晨俩夫妇 要去会长家聚餐 瑟琳娜疑惑 昨晚喝那么烈的酒 第二天居然没影响 该上班的上班 问她问题也耐心地回答 不过对比之前 似乎更冷漠了一点 看资料看困的瑟琳娜 不小心靠在爱泽的肩膀 爱泽挑了挑眉 安安静静地看着她 如果瑟琳娜自己知道 靠在爱泽的肩膀睡着 会不会大闹一番呢 想起朋友说的 你和瑟琳娜虽然没有爱情 但是似乎你很了解她 还很喜欢偷偷抓弄她之后 看她的反应 禁欲霸总和病泱泱的小白兔 先婚后爱 曾经是如敌人的两人 如今霸总也慢慢地 对她有改观 瑟琳娜不服输的性格 引起霸总爱泽喜洋洋的兴趣 她似乎什么都做不了 倒能做得很好 每天控制不情绪地哭鼻子 却是讨厌自己软弱 而咬牙切齿地忍住泪水 在家是一个调皮小孩 在外却是雷厉风行的总理 有时候露出猛兽的眼神 有时候却像孩子般天真 明明对丈夫高度戒备 却像现在般毫无防备地 靠着丈夫入睡 她不是平静的湖水 而是能够为自己发生的 雄伟壮破的大海 爱泽喜洋洋 似乎也分不清这感情 觉得自己只是在无聊时 打去了一下而已 仅此而已 男宠趁两位主人外出 竟然明目张胆地搞事情 此时的男宠 正在对接人告密 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线索 除了她的别院 其他地方都看过了 对接人观察出来 费洋洋不对劲 曾经二话不说 按吩咐办事的费洋洋 去哪里了 费洋洋转头离去 自己不能在外太久 身后的对接人紧咬牙威胁 如果还没有任何情报 你知道后果吧 你好好想想 是谁在帮你掩盖那些事 费洋洋气得无处喷发 只能拳头砸墙 她回到瑟琳娜的卧室 看着空无一人 她想起几日前 瑟琳娜躺着费洋洋大腿上 她踏觉到费洋洋的消沉 黑皮男宠真的是忍者神规 四年里该亲的亲 该摸的摸 却没有突破最后一道防线 得理费洋洋敢断言在王国里 没有比我更有忍耐力的人了 每次看你 不摸你时 为了不丧失最后一丝理智 自己都会用超人般的力量忍着 瑟琳娜察觉到她的不开心 是因为在酒吧那天 跟你划清界限那些话吗 费洋洋撇了一眼 她猜对了 瑟琳娜缓缓开口 意思是我们无法成为恋人的关系 但我没有说不喜欢你 说完她立马起身 伸手握住费洋洋 如果你我只是雇佣关系 我不会把身心交于你 你只能站在房间的某个角落 听我下达命令 如果没有任何感情 怎么会跟你做那些事 我们现在只能做一对 爱而不得的恋人 在费洋洋眼里 这是PUA 可跟爱泽喜洋洋离婚那天 我能转正吗 瑟琳娜没有正面回答 举起手抚摸着她的脸 这么漂亮的脸蛋 怎么能悲伤呢 费洋洋压着不满 我说过我不喜欢别人说我漂亮 这样我会觉得 你没有把我当作男人看待 她靠着瑟琳娜的肩膀 我好像真的成为你的玩偶 此时此刻费洋洋 真的爱上瑟琳娜了 但她还是为了完成命令 而她缓缓打开别院的房门 似乎没有那么沉重了 还是走上背叛瑟琳娜的道路 另一边瑟琳娜和爱泽 到达了会长家 看着此景象 像鬼屋逃脱般感觉 随时会有幽灵出没 顶级富豪公主第一次出远门 丈夫竟安排在殷森的小旅馆 冷漠的爱泽喜洋洋直言 来到外面还那么挑剔 这里可没有人满足你的要求 也没有人服侍你 瑟琳娜骂骂咧咧的下车 我没有挑剔 我只是被外表吓到了而已 喜洋洋回头望去 你是期待她会跟谢雷尼第九店一样 金碧辉煌吗 别做梦了 瑟琳娜忍住怒火 只是感感没有想象中的好而已 果然只是稍微惹她一下 就立即炸毛 瑟琳娜追了上去 你笑什么 我发现你老是把我当做小孩子 我不想和你住一个房间 我们各住各的 喜洋洋只是冷冷地瞪了一眼 大步离开前表示 记得明天走吧 谢谢你会期望 进到空荡荡的房间 没有费洋洋在 只能独自睡 明天还得自己梳妆打扮 想起准备进门前爱泽的话 她安慰着提前适应这种环境 我们以后会有很多出差 如果不慢慢适应 累的是你 另外我安排的这两个房间 周围不会有噪音和脚步声 安慰自己 应该不会有幽灵出没吧 再忍忍 睡一觉就第二天了 拜托别矫情了 因为房间隔音不好 喜洋洋听得一清二楚 她扑呲一笑 真的苦了这位公主 此时睡前了解一下会长的背景 小时候和外婆一起来 见过几次 那时候 她还是个小规模的小老板 现在成为了一个了不起的富翁 她是帝国最有钱的女人 外出体验生活 却连衣服都不会扣 优渥的条件让她不会自立自强 第二天早上 工具人丈夫早早地过来问候 见状没人回应 抬手看了看手表 不会还没起床吧 房间内的瑟琳娜 正在纠结着衣服的扭扣这么多 怎么办 要完蛋了 扣好穿不进 穿了没人帮扣 在家都是有侍女帮忙照顾 门外的爱泽喜洋洋 继续敲门 她催促着 没时间了 此时瑟琳娜终于出生了 你等一下 帮我叫一下服务员 要女服务员 爱泽听话地来到前台 请问这里有女服务员吗 前台阿淑表示 还没来上班 她回去告知瑟琳娜 这没有女服务员 你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她忙手忙脚的化妆 怎么办 明明按照苏菲给的方法了 还是不行 要疯了 她小声直言 我要穿衣服 但是这件没办法自己穿 爱泽淡淡表示 你想办法穿一下 我们没时间了 这足足有13个扭扣 还是在背后 吓得爱泽一愣一愣 她捂着脸 那我进去了 瑟琳娜慌张表示 不行 你不要进来 爱泽缓缓打开房门 只看见瑟琳娜坐立不安背对着 身后的扭扣都没扣 她转过头来 本来想自己穿的 但实在是 这一回头下的爱泽一击灵 你的脸 只见人无鬼样的瑟琳娜 她细声询问 很奇怪吗 这是财阀小姐199次化妆 却还是化出无效妆容 当她自信地转身 却被丈夫无情地嘲笑 你怎么这副德行 在心里还在感叹 瑟琳娜有时候很可爱 瑟琳娜机灵转身 盘问她是在笑吗 还说我什么德行 这可是自己四点半起床开始化的 爱泽喜洋洋表示 现在不是衣服扣不上的问题了 是你下人的妆容 她坐在床上 斜眼看见那些资料 看来这公主还挺认真负责的 站在屏风后面的瑟琳娜 把妆卸掉后 想着让喜洋洋扣 后背就会被看光光了 还是穿昨天那件呢 似乎也是后背扭扣的 在家都是有助理苏菲照顾 外面的爱泽一直在催促 已经过去20分钟了 你是想让我出去随便来一个女人 回来帮你扣吗 考虑了一下 要不我闭眼帮你扣也不是不行 可看不到食物能扣的好吗 话音刚落 瑟琳娜紧咬牙 她是在抓弄我吗 喜洋洋明明看起来很烦躁 怎么她有点享受的感觉在里面 喜洋洋见状没回应 她用起激将法 如果你不去的话 我可一个人去了呢 瑟琳娜焦急的不知如何是好 喜洋洋起身走去 我会跟会长说你身体不适 无法参加晚宴的 快走到门口了 瑟琳娜还没给反应 喜洋洋不舍得站在门口 如果连我都走的话 你穿成这样 还能向谁求助 突然一只手拽住喜洋洋的衣服 只见一旁的瑟琳娜低头 嘴巴嘟囔着 你帮我吧 喜洋洋见状邪魅一笑 很好 瑟琳娜 她高傲地表示 那你得好好说话 瑟琳娜有事求人 只能放低以往的跋扈 请你帮我扣一下 爱泽只是盯着并未表示 她用着娇羞的语气 拜托你了 晦气王 此时的喜洋洋得到了满足 她缓缓开口 让瑟琳娜转过去 这是丈夫第一次碰妻子 平日里妻子对她有很强的戒备心 爱泽喜洋洋让她转过身 细心地剥开发丝 冰冷的指尖触碰 不禁让瑟琳娜色索 她紧张地握住头发 周围安静到只剩下剂扭扣的声音 瑟琳娜全身的神经都集中在后背 突然亮翘一下 爱泽喜洋洋健壮 把她双手缚在墙上 这动作让瑟琳娜立马慌张起来 你干什么 突然把我压到墙壁 喜洋洋冷声道 扶墙站好 别总是晃来晃去的 扣个扭扣扣十分钟 瑟琳娜不耐烦地催促 爱泽喜洋洋慢悠悠地表示 你老实点 我就会快一点 此时瑟琳娜的心跳扑通扑通的 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紧张 在男宠面前能做到随意换衣服 碰我也不会不自在 难道这是喜欢的人和讨厌的人之间的差别吗 在爱泽面前落个后背 就压力满满 她的双手不经意地触碰 简直让我疯掉 终于扣好了 她走到化妆镜前 涂个口红就可以出发了 喜洋洋还在催促 一会又话砸了 瑟琳娜回头 重要场合不涂口红会不安的 喜洋洋脱口而出 你不涂口红已经顿时停住 瑟琳娜不由地激灵一下 已经什么 爱泽捂住额头 连忙找不 我意思是你不涂口红也没事 而且快到时间了 瑟琳娜感到无比的尴尬 拿起口红抹来抹去 突然被爱泽抓住双手 跌涂了 就是因为乱涂才变得奇怪 瑟琳娜一脸猛逼地看着 两人双目对视 此时喜洋洋从口袋拿出一条毛巾 擦拭着嘴巴 眼前的嘴巴如此的柔软水润 爱泽居然忍得住不清 她用双手触摸着双唇 一个劲地擦拭 此时房间内充满暧昧的气氛 现在好看了 你先上车吧 瑟琳娜还陷入这气氛 她害羞地摸了摸嘴巴 回味着刚刚那一问 身后的爱泽看着拇指的口红 陷入了沉思 哼 真的是可爱的公主 会长亲自撮合夫妻俩 平时多些牵手看电影逛街 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这让四年没接触的两人不知所措 此时夫妻二人冒雨 前来会长家做客 丈夫爱泽在来的路上 一句话没跟自己说 反而让自己更自在 下车后她缓缓开口 一会可能跟会长聊到 你不知道的事 你只管听就好 事后我会给你解释 我不知道的是 反应过来询问 为什么不早跟我说 就被前来迎接的仆人打断 她气得直跺脚 她是故意的 这会气王 进门就看见会长笑领迎接 身旁的夫人臭着脸 是有人欠她八百万事 她假惺惺地欢迎二人到来 这假笑让瑟琳娜瞬间隔音 小时候站在会长身边的 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夫人 没想到她前几年因病去世了 看着发呆的瑟琳娜 会长便主动搭话 瑟琳娜你还记得我吗 我记得你以前喜欢 躲在黎安斯后面的 那时候年纪小 很多事迹不轻 可我还记得 您对我很亲切了 此时的夫人 已经准备好晚餐了 亲 两位远道而来 一定饿了吗 快过来用餐吧 说完走去别的地方 艾泽好奇询问 您不一起用餐吗 哎呦 自己对生意一窍不通 我只负责家务室的了 此时用餐已经一个小时了 大概是讲一些日常事 这些只是闲聊 可艾泽为什么 当成重要会谈呢 瑟琳娜瞥一眼艾泽 从气氛来看 艾泽应该有其他想说的 一直在蠢蠢欲动 此时会长撮合 夫妻俩一起管事业 有时间也可以空出来 牵手去喝咖啡 看演出逛街啊 可以做更多事 对吧 你们还这么年轻 不要把青春搭在工作上 回忆是要创造的知道吗 听到牵手 让瑟琳娜置冷起来 她想尽快结束这个话题 我知道了 我们会照做的 会长的二婚夫人受人指示 陷害瑟琳娜 险些过敏没命 夫人正在跟电话里的人报备 是的 他们在客厅用餐 正好到餐后甜点时间了 反正就说是厨师长听错了 他知道自己过敏严重 也不会吃 没人硬逼着吃 突然被一旁的厨师长 打顿对话 夫人 他们已经用餐完了 现在可以端上去了吗 他刻薄一笑 当然了 马上去吧 另一边的会长 刚好聊到自己 没有加入谢雷尼蒂的基金会 居然遭到是八大家族反对 说到基金会艾泽也顺着说出 自己来会谈的目的 却被会长回绝了 你现在要跟我聊 工作上的事情吗 我个人不太喜欢再用餐时聊 以后再慢慢聊吧 瑟琳娜疑惑 不是已经用完餐了吗 难道是回避吗 艾泽没料到 以为是让她改变想法了 结果只是对我长时间 要求见面做了回应 佣人端上饭后甜点 会长听夫人说 瑟琳娜喜欢吃桃子 会长亲自下地去摘的 瑟琳娜一脸疑惑 嗯 我喜欢吃桃子 难道信息传递错误 他突然意识到 这是在会长腿脚不方便的情况下 亲自摘的 可自己不能吃桃子 会长成就感满满地表示 为我们可爱公主 即使辛苦一下也没所谓的 一旁的艾泽注意到了 瑟琳娜本打算敷衍过去 可会长要看着他们入嘴 瑟琳娜咕咚吞了吞口水 反正不是很严重 吃一个吧 他微笑地插气表示感谢 我会好好享用的 艾泽看着为难的瑟琳娜 他准备 禁于爸总在线护妻 虽然分居四年 但是爸总一直都很了解妻子 看着快进嘴巴的桃子 艾泽犹豫片刻 他故意碰掉一旁的杯子 当汪当一阵玻璃声响 瑟琳娜停住动作 会长关心地询问有目受伤 像你胳膊长腿长地碰掉杯子很正常 他伸手那叮当呼唤仆人 因为太远会长拿了半天 在这段时间里 艾泽争分夺秒 徒手抓走瑟琳娜盘上的桃子 瑟琳娜正在疑惑着她在干什么 她这是在伪装 我已经吃过桃子吗 这事会长终于拿到铃档了 再次看到瑟琳娜的盘子 已经是吃掉一块了 她期待着瑟琳娜的评价 你觉得味道怎么样呀 瑟琳娜只能摸着良心说瞎话 很甜 很好吃 无愧是会长亲自摘的 会长沾沾自喜 你觉得好吃 那我就没有白辛苦了 瑟琳娜苦笑 托艾泽的福 我总算蒙混过关了 不过 她咋知道我对桃子过敏呢 此时的艾泽悄悄地看了看时间 时候不早了 会长不打算聊工作了 那我只能以后提基金会的事情了 饭后会长带着夫妻俩 去参观自己的收藏品 被女仆打断 会长 有您的电话吗 会长本打算回绝的 听到是查尔律师打来的 他立马整辩态度 想着这么晚打电话过来 应该是有急事吧 会长让他们自行参观 会长走后 瑟琳娜立马询问艾泽 你怎么知道 不能吃桃子呢 艾泽立马回避 我不知道 瑟琳娜激动地走向艾泽面前 你骗人 你不知道我过敏 怎么会营造我吃掉桃子的假象 艾泽淡淡地表示 结婚四年 终于可以跟老婆睡一个房间了 瑟琳娜好奇地询问艾泽喜洋洋 怎么知道我桃子过敏 艾泽见状被发现 她冷淡地表示 我不知道 她着急地走到面前 那你为什么要换盘子 知道我吃桃子的假象 艾泽傲娇地表示自己猜到的 艾泽生气 为什么要考虑会长的诚意 把自己的生命健康当堵住 你出事了酒店纪念活动怎么办 瑟琳娜失望 她那样做不是为了我啊 而是害怕活动延迟 她反驳爱泽 我和母亲都是对桃子过敏 但是没那么严重 吃一块也没关系的 我就是因为能吃 才打算吃的啊 另外 我不想在讨厌我的人面前暴露弱点 艾泽疑惑 弱点 难道是我吗 她试探 可看到会长夫人打招呼的神情 像是第一次见你呢 你认识她 瑟琳娜表示 不认识 但是我清楚记得她独特的公鸭嗓 我参加派对时 经常遇到一群躲在面具背后 骂我的长舌妇 掺杂地有这个声音 之前母亲对桃子过敏的是被传开 就让一些有非分之想的人 在点心里放了桃子 当时出大事了 母亲呼吸到红肚 窒息到昏迷 从那以后 我就明白一件事 哪怕一个小弱点 随时都有可能威胁自己的性命 就算再疼我也要忍住 就算害怕我也要坚强 可能在你眼中做的有点过 但是这样才能阻止事故的发生 而保护我自己和身边的人 明显夫人是试探我是否过敏 她忘了艾泽也是要防备的人 自己似乎说了太多心理话 会长接完电话过来 抱歉自己来晚了 艾泽表示没关系 这么晚了准备告辞了 走什么走 外面风雨交加 会不安全 瑟琳娜怀着不安的心情 难道又要留宿 会长开心地表示 已经吩咐了仆人 为你们准备房间了 你们远到而来 也不能吃个饭就回去了 她乐呵 还有我想听今天晚餐 没聊完的话题 瑟琳娜慌张的话也说不清 神神神神神神什么 会长连忙撤退 我们明天早餐见 你们慢慢玩 拜拜 此时此刻夫妻俩到达房间 只有一张床 艾泽暗自窃喜表示 这是计划之外的事 金鱼爸总为妻子出口恶气 进入对会长夫人 此时夫妻俩被安排到一个房间 艾泽幸灾乐祸 这是计划之外的事 瑟琳娜不可置信 太荒唐了吧 你不是很忙吗 我也很忙 我这你这 讲话都变得语无伦次 艾泽双手抱胸 我跟会长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瑟琳娜急眼了 不是 你到底想跟会长聊什么 你刚没告诉我 现在就跟我说说吧 艾泽转移话题 称自己有事情要办 得为打碎杯子收尾 身后的瑟琳娜追上去 艾泽让瑟琳娜乖乖呆在这 我解决完就回来帮你解扣子 瑟琳娜一击零衣服 艾泽走后她回过神 她看着周围的环境 摆在那的床项断头台一样 另一边的会长夫人 正在盘问厨师长 她不是桃子过敏吗 是的 电话是这么说的 夫人略有所思 什么呀 难道是不严重 咋回事呢 夫人虚伪地表示自己在晚餐 可是下足了功夫 因为你们是我特别的客人 艾泽冰冷地表示 晚餐很用心 麻烦转告厨师长辛苦了 那么我可以见见她吗 因为有一件事我需要当面确认 此时的夫人有些许慌张 艾泽摸着摸下把歪头 有一些事情她没有照做 想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夫人见状这是估计要露线了 但是她有事拜托会长 固定不会把事情闹大 厨师长不安的试问 是有什么不满意吗 艾泽缓缓开口 很满意 只是不该出现的东西 出现在餐桌上了 厨师长表示自己失误了 在电话上我理解失误了 艾泽生气地表示 失误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差点出大事了 我已经打电话确认过了 确定不是我方的失误 厨师长色索一下 她立马鞠躬道歉 会长夫人立马装起 天啊 怎么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呢 吃了桃子过敏的色灵那还好吗 艾泽表示 你们在说什么 我意思是作为甜点的咖啡 厨师长知道我不喝甜咖啡的 这给会长夫人炸出来了 不打自招 那你为啥说差点出大事了 艾泽表示我吃了甜的东西 就会鸡皮疙瘩 这不是大事吗 妻子被有心人陷害 爸总不费丝毫功夫 让他们不打自招 艾泽冷漠的质问 是什么时候开始出错的 厨师长心虚的鞠躬 抱歉 一切都是我的疏忽而起 艾泽露出牙子必爆的眼神 看到这表情瞬间头皮发麻 艾泽继续追问 我刚刚并没有提起过桃子 过敏 还有我妻子 所以夫人为什么会提及 还请你好好解释一下 夫人 另一边的瑟琳娜 在房间找不到棕影 艾泽以为她睡着了 望一眼床上空空的 看来她还没睡啊 那她去哪里了呢 一旁挂着瑟琳娜今天穿的雪纺衫 还想着回来帮她解扭扣 看来她已经想办法脱下来了 公主是死也不想让我帮忙脱啊 不过我的行李箱怎么是开着的呢 只见窗帘透露着瘦小的身影 原来她哪也没去啊 她色索一下 艾泽缓缓开口 你躲在那里干什么 还有我的行李箱怎么打开了 瑟琳娜探头 表示自己不应该未定 允许着私自打开您的行李箱 我向你道歉 但是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看着艾泽走来 她心慌地把窗帘挡住 你现在穿着我的衬衫 瑟琳娜看着大步走来的艾泽 身体不自觉地躲动 妈呀 她 她她怎么突然走过来了 看着站在眼前的艾泽 她语无论次的 你先听我说 我是迫不得已 才这样 太紧张的缘故 不小心踩住窗帘布 一个亮墙 在快要摔倒时 艾泽手机眼快地伸出手 准备 妻子是豪门继承人 只对身边的黑皮喜笑颜开 而作为她的丈夫 只能睡地板 瑟琳娜睁开心松地睡眼 因为艾泽昨天的话 一整晚没有睡好 她只想回家 让黑皮好好安慰 她摸着刺痛的脑袋 起来了的话 就准备一下吧 只见穿戴整齐的艾泽 坐在一旁 悠哉悠哉地喝茶 昨晚那么晚睡 居然比我起得还早 凌晨时 瑟琳娜迷糊地 看到她睡在地板上 不知道她会不会难受 她感觉很抱歉 此时艾泽催促 会长让我们半小时候 一起用餐 瑟琳娜手忙脚乱的 不知从哪开始 在家都是有女服务时 她跑到化妆台 打算先把头发扎起来 艾泽直勾勾地看着 趁着飙车的时候 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玩的 姐妹们打扰了 听说你们身边 也是优质男荒漠 要说咱就得从基本盘入手 还很风趣幽默 用了一周最大的感觉 就是越聊越动心 就算不脱单 都能认识个行个夜的 巧楚精英 妥妥女性单身自救神器 无作他人盘中态 轻松选择理想性 瑟琳娜长得真是玲瓏勇之 一头乌黑的秀发 有种说不出的魅力 艾泽勾起嘴角 得理费洋洋 我笃定这两年里 不仅只对那个物品感兴趣吧 这些年来 你独自一人 可以近距离接触瑟琳娜 只有你见过瑟琳娜 真实模样吧 但是很好奇是 她身上哪一点 动摇你的信念呢 艾泽缓缓走到身后 这么近的距离 瑟琳娜一惊 你干什么 未完待续 出生在豪门的千金 也逃不过家族联姻 对素不相识的丈夫戒备满满 而丈夫认为 她只是一无是处的花瓶 经过几天的相处 丈夫慢慢对瑟琳娜的 看法有所改变 曾经的她是 娇生惯养 只会生气的小女孩 也许现在才是真正的你吧 虽然近距离接触 你只有这个时间 但是我已经很开心了 艾泽不由自主地 靠近瑟琳娜 她一惊 疑惑艾泽想干嘛 此时的艾泽心里 小路乱撞 如果有更多的时间了解的话 瑟琳娜会向我展现 哪些有趣呢 她伸手取掉 留在瑟琳娜头上的羽毛 嘴里嘟囔着 真的打算成为一只小鸟吗 瑟琳娜一脸无语的解释 应该是枕头粘上的 两人收拾一番过后 来到大厅 艾泽询问会长夫人 有找过你吗 啊 没有啊 瑟琳娜疑惑 只见艾泽黑下脸 原来在昨晚 她让会长夫人 亲自向瑟琳娜道歉 因为过敏的事情 夫人觉得自己被小屁孩殉耻 简直太伤自尊了 艾泽继续喋喋不休 对于这场低级的恶作剧 希望你真诚对我的妻子道歉 她勃然大怒 恶作剧 即使做错事 我好歹是会长夫人 你对我如此不尊重 尊重 是相互的 面对什么样的人 我就用怎么样的态度 她露出冷漠的眼神 缓缓逼近 夫人色缩 她毕竟是格雷恩家族的人 不敢闹得不愉快 我希望你理解我的意思 为了解决这小事 浪费我宝贵的时间 我连瑟琳娜的雪纺山扭扣都没解下来 离开前她表示会长 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 希望你能与她相配 因为就算在廉价衣服上 贴了名牌标签 便宜货还是便宜货 身后的夫人挣了大惊 却屁也不敢放 直到现在用餐 爱则见状 夫人估计也没这个打算 夫人认为 不会像一个小屁孩低头的 她咀嚼着食物 反正她有事求与会长 他们能闹什么 她在读我不敢告诉会长吧 是你放弃这机会的 你会后悔的 另一边的正在举行拍卖会 苏菲以色拉的名字 50W拍下多罗朗的作品 据了解几年前 她还是个新手 初出茅庐在拍卖会上 被骗了好几次 这次她以个人的名义参加的 得拥有多少钱 才能做到像她那样 签约时得知 这家画廊换了新馆长 而新馆长对您很好奇哦 如果方便的话 可以见个面吧 此时秘密处 正有一个长发女生 注视着一切 阿董为了给妻子出口恶气 等待许久的合作机会去推翻 别人妻子安全感 牵着手大步地离开 这也是两人结婚四年 唯一一次牵手 而妻子却生气了 此时厨师长来到餐厅 爱泽眼神的压迫感 瑟琳娜很震惊 这不就是讨厌我时候的眼神吗 但她现在站我这边呢 昨天爱泽已经警告过夫人 要求道歉就到此为止的 但她却想侥幸避过 厨师长鞠躬道歉 会长感到疑惑 她讲所有事情一一道出 明知道瑟琳娜桃子过敏 却亲手端上餐桌 不过是夫人执意要这么做的 会长听到这个消息 冷漠的质问是真的吗 夫人慌了神 会长勃然大怒 他们可是我亲自邀请的重要客人 你怎么敢的 爱泽看着眼前的场景 会长似乎更愿意相信厨师长 可见平时并不完全受会长信任 她觉得自己毕竟是会长夫人 会长肯定会站自己那边的 真是高看自己 可惜她没有弄清我们和会长的关系 夫人当着众人的面跟瑟琳娜道歉 以瑟琳娜的脾气 要不是会长在 早就把桃子全塞她嘴巴了 她叹气 因为不想 所以很难做到原谅 毕竟不是道了歉都必须要接受的 希望你好好反省吧 夫人没敢抬起头来 太羞耻了 要是传出去我就没面子了 艾泽准备带着瑟琳娜离开时 被会长叫住 希望好好谈谈 如果这样直接走了 我以后没眼见利安斯的 另外 你不是有合作想跟我谈吗 艾泽冷淡地表示 面子 我的妻子大老远过来 生命受到威胁 如果以此作为交换 那我的脸王哪个 你等我的消息吧 之后会联系的 立场对调了 听说之前为了这次机会得挺久的 也许更好吧 她变成了主导的一方 她还真了不起 会长低下头道歉 让瑟琳娜很愧疚 毕竟不是会长的错 艾泽抓住瑟琳娜的手 紧紧地握着 大步地离开 这是第一次牵手 走到外面时 瑟琳娜一把甩开 她怒骂艾泽 我追究的是夫人 你居然让会长感到为难 这样我心里也不太舒服 为了拯救岌岌可畏的家族 外婆逼迫17岁的外孙女 与未曾谋面的男子结婚 虽然对方容貌很惊艳 但是她的家族 是外孙女最愤恨的家族 她曾想过离家出走 名义上做夫妻 已经无法接受了 居然还想举办婚礼 她不满外婆的安排 外婆耐心地解释 就乖乖地照做 外面很多传闻在说 你们是七月结婚 就会发现是我们谢雷尼弟的阴谋了 瑟琳娜紧握拳头 我不想像的傻瓜一样 穿着可笑的婚纱 站在那男人身边 我还不如离家出走 我都说了我能行 为什么外婆就是不信呢 外婆声调放大 我不是不信任你 是没有时间了 瑟琳娜失望地表示 能让格雷恩家族的男人 进家门的宁多厉害 难道就不能找到一个代替我 乖乖听听话的外孙女吗 说完转身离开 身后的外婆骂脸 你这个没礼貌的家伙 竟这样说话 在门口遇到艾泽 两人对视野 外婆摸着刺痛的脑袋 抱歉艾泽 可能无法举行婚礼了 没关系 反正我也不情愿 直到四年后 她还是只把我当成 急救的文件程序而已 根本没意识到我们结婚了 就算出席活动 她也没叫过我老公 瑟琳娜眼神透露着怒不可 那你呢 你也不觉得我们是真结婚 不是吗 虽然是名义上的 但是我努力尽到丈夫的职责 因为会长夫人的事件 瑟琳娜再一次怒骂艾泽 只是夫人的错 为什么让会长为难 艾泽表示他们是夫妻 不管愿不愿意知不知情 都要为一方的过错承担责任 就像我跟你一样 艾泽缓缓靠近 就算你以后打算背叛我 在这之前 你也要对我负责 毕竟我们现在是夫妻 瑟琳娜和丈夫出差回来 一到门口助理 将文件递给艾泽 艾泽歪头暗示给瑟琳娜 毕竟她才是主人 瑟琳娜询问起苏菲 侍女表示她在仓库 可能会晚点回来 看来我让她去的拍卖场上 成功中标了 艾泽疑惑瞥向瑟琳娜 仓库 瑟琳娜没搭理 直进的走向别院 因为跟艾泽待在一起 精神高度紧张 需要好好休息 德里应该在书房吧 我不在的三天里 她一个人都干啥了呢 此时的别院一片寂静 德里站在屋内 很少有他们俩一起不在府里 听说因为下雨都晚些回来 因为她偷听到艾泽给苏菲打电话 正好苏菲这几个小时也不在府里 趁机进来的别院 不然就没机会了 问题是瑟琳娜一直禁止我入内的别院 跟预想的不同 这里似乎只是岁月禁止的私人空间 祖院也搜查了两年 也没有可疑之处 那个人要找的东西根本不存在吧 不过也有意外发现 看着瑟琳娜热爱的鞋子 沉思许久 就在准备出去时 瑟琳娜开门进来了 她震惊 德里费洋洋 你在这里做什么 瑟琳娜不可置信 为什么会出现在禁止出入的别院里 身后传来嘲笑的声音 真的是 看来你们俩都吓坏了 没想到艾泽也来了 艾泽一直知道德里的目的 她扑呲一笑 好吧 她最终是别院也搜过了 即使很冒险她也愿意做 总之 多亏她 事情变得有句多了 似乎我们的公主 没掌握状况 瑟琳娜在抽屉里拿出枪支 艾泽表示 我很愿意帮忙 她握着瑟琳娜的手 调整好姿势 来瞄准好再开枪 毕竟这次目标变了 男宠潜伏在千金的豪宅两年 只为窃取机密搞垮她的家族 却发现自己爱上她 无可奈何要完成自己的使命 趁她不再进入境地 被发现后千金开始有点忌惮她 可枪口对准她 却下不了手 艾泽表示自己出去比较好 曾经在美好 关系已经出现裂痕了 用不了多久 德里也会离开这个家了 瑟琳娜解释 不让任何人进来别院的原因 因为房间里留存着母亲 父亲 哥哥的味道 禁止你出入 就是不想让这种味道 慢慢被替换 艾泽嫁进来后 我也需要单独的空间 这回你明白了吗 德里很抱歉 初来到时 看着瑟琳娜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萎缩在床上 那时候瑟琳娜对她说的话 如果我让你离开 请你什么问题都不要问 立刻离开这个家 如果你不想那一刻那么快到来 就不要违反那个约定 说完转身离开 我们回房间吧 我想做足欲 德里站在身后很是忧愁 瑟琳娜仔细一想 对陌生的她敞开心扉 对比艾泽真的是截然相反 艾泽会说冷酷的答案 而你会说出深情的误答 她试图伸手摸德里 却收回来 一脚踢开洗脚盘 水太凉 难道德里也要和艾泽一样吗 瑟琳娜此时委屈地像个孩子 想不到信任的男虫也一直在骗我 有目的地接近你 德里只能默不作声 因为只能这样才能保护你 她缓缓开口 我让他们调好水温端过来 高蛮公主答应和丈夫约会 丈夫的旧情人回归 瑟琳娜开始调查男宠的背景 曾经男宠是她的救赎 她突然变回曾经没有安全感的样子 苏菲 你说过德里费洋洋是军人出身吧 没错据了解是这样的 苏菲疑惑 她为什么会突然问起德里费洋洋 另一边的艾泽喜洋洋 让乌尔兰洋调查 拍卖会的瑟拉什么来头 居然是瑟琳娜 她以这个名字买回来的作品 都放在了仓库里 外表看起来像普通的住宅 里面安排了十名警卫手转 艾泽想不通 这应该需要很大一笔支出吧 懒洋洋调查发现用的不是酒店的资金 是个人账户 而且瑟拉名义的资金规模非常庞大 听说是短短三年里赚足资本 70万佩鲁币 艾泽对她越来越感兴趣了 这个金额比中产阶层的资金还要多 三年怎么做到 而瑟琳娜可能还有大量现金 加上作品的价值 她实际的资产规模比70万佩鲁币多得多 大约是三年前 是那个时候 瑟琳娜在拍卖会被骗时 福底还收到违约金相关文件 我才知道呢 在前几天还跟她提过这些事 即使你闯那么多祸 我也都为你收拾烂摊子 没有指责过你 你自甘堕落 纯粹是接受不了自己的无能吧 我似乎知道瑟琳娜大人 为什么会收集美术作品了 曾被爸总丈夫看不起的妻子 私下账户资金高达500亿 爸总感觉自己被打脸了 助理查到瑟琳娜除了拍卖之外 还通过画廊对作品和作家进行投资 趁着价值提升将作品卖出 以此扩大资金 爱泽一听就来定 原来她垂死挣扎 给我这么个惊喜 当年大胆投资陶瓷 随着陶瓷的流行 她在国外赚了相当多的钱 乌尔兰洋洋补充到 瑟琳娜大人眼光高 实力稳 投资业界都关心瑟拉投资什么 看来她站上了主导市场的位置 爱泽喜洋洋转印象 这段时间釜底 几乎没有瑟琳娜的个人支出 她似乎不愿意花家里的钱 因为她那极强的自尊心 毕竟我嫁过来 家里的钱都是我赚来的 常常购买珠宝 穿戴着华丽的服饰 原来都是靠自己的实力 若有所思的摸了摸下巴 我该拿这位不可小觑的公主怎么办 起初我只觉得 她不懂事又麻烦 看来她经历各种失败后 受到不少指质和嘲笑了 她并没有气馁 不断地学习和成长 短短三年取得惊人的成就 乌尔懒洋洋第一次看到 她露出很满意的笑容 当然黎安斯的外孙女能差到哪呢 酒店经营方面比我预想的好 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瑟琳娜 这次我有点被打脸的感觉了 不过她还没找到那位休玛尔的作品了 乌尔稍有胆怯询问 爱泽大人 听说罗朗化王新馆长上任了 爱泽一惊 想必您已经猜到是谁了 她立马转移话题 今天要跟瑟琳娜大人约会 大概几点回来 这个嘛 也许会很晚 结婚四年 夫妻俩放下对彼此的戒备 享受浪漫的约会 此时的瑟琳娜精心打扮一番 出现在爱泽眼前 她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 仔细一看爱泽跟平时不一样呀 她打开车门 先上车吧 瑟琳娜疑惑 搞什么 司机呢 今天是我们的二人世界 我来开车 瑟琳娜犹豫坐后排还是副驾吗 这样我会不自在的 爱泽看到她似乎在纠结 她率先开口 坐我旁边 两人来到自家赞助的学校 院长恭敬地出来迎接 带着他们参观一番 羡慕孩子们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瑟琳娜深有感触 因为自己也很喜欢芭蕾舞 因为继承家族 我无法成为芭蕾舞演员 突然一个小孩走来 她娇羞地看着瑟琳娜 得知她是吉米时 瑟琳娜表示 我一直很好奇吉米是谁呢 吉米不可思议 瑟琳娜大人居然知道我 当然了 经常在报告书上看到这名字 听说她的实力特别出色 吉米很吃惊 我会更加努力了 我会成为王国里最出色的芭蕾舞演员 还有我想成为 想瑟琳娜姐姐那样 优秀又帅气的大人 瑟琳娜一愣 帅气的大人 似乎得到了一个孩子的赞美好兴奋 吉米掏出可爱的手帕 送给瑟琳娜 瑟琳娜又是喜欢可爱事物的人 甚是喜欢 夫妻俩来到公园散步 爱泽开口询问 你很喜欢她吗 看你一直拿着 当然了 似乎因为一些事 自己很不开心 本想爽约的 没想到跟爱泽心情居然好多了 玲玲是结婚四年的夫妻 牵手约会逛公园居然是第一次 还是为了完成会长的心愿去做的 瑟琳娜不解 难道都要做一遍吗 是不是还要看演出 喝咖啡 还有牵手 她微微一颤 不该提牵手的 爱泽回眸 你还想和我牵手啊 如果你想的话 我会考虑一下 我脑子不好吗 跟你牵手 爱泽回想起那天 不是已经牵过吗 看着瑟琳娜的表情为难 爱泽让她把这些事当工作吧 不久后还会见到会长的 能把这个经历告诉会长 瑟琳娜嘴里嘟囔着 你能走慢点吗 爱泽把脚步慢下来 好 我们慢慢走 两人并排着 爱泽注意到瑟琳娜的鞋子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高跟鞋啊 我们还要赶剩下的路程呢 我再买一双低跟鞋给你吧 这让瑟琳娜想起第一次去酒店时 她为了抓弄我 而送给我的皮鞋 别提那天的事 因为你动机不纯 所以我很不开心 爱泽淡淡地表示 你现在不用掩饰的 因为你不穿高跟鞋 看起来也足够高大 我指的不是身高 王国里比你想象中 还要多人觉得你了不起 所以你自信一点 我认为你已经做得很好 无论是瑟琳娜还是瑟拉 瑟琳娜死也想不到 爱泽会鼓励自己 当我觉得家族陷入危机 都是我的错时 在无数的瞬间 我只能默默地站在爱泽身后 在家渐渐没有立足之地 如果通过高跟鞋装饰 我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爱想 寒酸 可怜了 可她居然说 我不穿高跟鞋 看起来也很高大 甚至还说我做得很好 此时的瑟琳娜内心心花怒放 爱泽解释那天 送你皮鞋不是想抓弄的 还有那时也不是故意推你 瑟琳娜无语 她是在跟我道歉吗 真的是打个巴掌 给个填党吗 我也没放在心上 你也不必在意 格雷恩家族的人 根本不是人 突然道歉起来 让人怪心慌的 突然一坨鸟屎掉在瑟琳娜帽子上 乌琪俩第一次约会 一坨鸟屎落在瑟琳娜的帽子 爱泽手忙脚乱的巴拉 她直接把帽子摘掉丢垃圾桶 这时瑟琳娜丢脸到眼泪都哭不出来 她带着小孩子送她的手帕 全副武装 再不出去瑟琳娜就要发狂了 爱泽宠溺一笑 也太悲壮了吧 两人来到餐厅 楼下许多人围观着 露台座的两位是那家酒店的老板夫妇吗 哇 传闻中听说过 第一次见真人呢 她长得好美好像的洋娃娃 不过听说他们的关系不好呀 难道是谣言 此时两人正享受着落日晚餐 晚霞伴随着音乐真的让人陶醉 爱泽开口 你想知道我要跟会长谈的是吗 我打算在海边建立一家谢雷尼地酒店分店 瑟琳娜一愣 因为现在的酒店位于市中心 商业性很强 大多数都是为了某种见面而来的 单纯为了休息的顾客只占小部分 我打算建造第二个家园 并在海边 把新酒店重点放在度假休养上 瑟琳娜也听取了建议 我很赞同 你好好跟会长谈谈吧 你也想在那边建立火车站吧 这样不挺方便了 很多平民一辈子没见过大海 他们对大海抱着幻想和期待 那我们就让他们真切的感受吧 爱泽没想他会同意 原本还担心他会摔盘子撒起 难道他有点信任我吗 想看的宝子来粉丝群 是如对方为敌人的夫妻 关系好不容易缓和 丈夫主动对瑟琳娜好 却让她不适应 想起当年不经意听到的话 如果对方变得碍事 我会立刻下手的 我在寻求机会 还有当面对瑟琳娜说的 如果你变得毫无用处 我会考虑动手 你最好也看准时机背叛我 我们把生命当作堵住 瑟琳娜猛地站起 起来吧 我要回家 爱泽一愣 这公主又怎么了 中途下起微微细雨 爱泽注意到她似乎心情变差 忽然身后出现枝哑的声音 两人同时回眸 瑟琳娜紧张到紧握爱泽的胳膊 原来是一位老师傅疲惫驾驶 撞到一旁的木箱 瞬间清醒 她看到箱子下面的小猫在躲雨 缺德的她 一脚踢到草丛里 瑟琳娜看到这一幕不知所措 站在原地不禁想起爸爸妈妈和弟弟 就这样突然地死掉 爱泽的一声呼喊拉回思绪 正打算离开 却听见喵吾喵吾在叫 瑟琳娜惊醒 那只猫还活着 爱泽表示反正她也快死了 瑟琳娜怒斥着 可能还有救啊 那你能做什么 你也没有办法 同样的遭遇 父母再也回不来了 而这次瑟琳娜不会视而不见 拨开草丛看见一只小白猫 也许我能帮她活下来 你这样做是毫无意义 不久就要迎来酒店纪念日 你居然还有闲心管别的事 如果妨碍正事 吃亏的只有你自己 话音刚落 瑟琳娜咬牙切齿 难道你们格雷恩家族的思考方式 是觉得就她会妨碍到工作吗 那小生命离去也没有关系吗 那我也教教你谢雷尼蒂的思考方式吧 艾泽喜羊羊 曾经整天和男宠意外 现在却让男宠独守空房 甚至派人监视调查她 瑟琳娜和丈夫的约会中 遇到一只小流浪猫 艾泽脱下外套披着瑟琳娜 就拎着鱼姐猫 可她明明很讨厌淋雨 总在意的发型都被雨水打乱 干净利落的西装全是草叶 这样的她 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回到府邸 安排仆人安顿好猫咪 瑟琳娜忍不住问起 德里费羊羊 原来是瑟琳娜私下监视着 苏菲表示德里费羊羊 一整天都待在卧室 没有做出四处走动的行为 来到房间看到熟睡的她 瑟琳娜好像第一次看见她这样 看到桌上的安眠药 德里费羊羊为什么要吃呢 她的思绪突然回到艾泽那边 真的搞不懂 我所了解的艾泽 似乎只会想着把我处理掉的 可是经过最近的接触 发现她真的认真的教我做事 她大可以通过 乌尔兰羊羊把文件丢给我的 她紧握双手 德里费羊羊唯一属于我的人 自从那天 我莫名的决定感到陌生 她抚摸着费羊羊的发丝 我想了解你 也害怕了解你 我们的关系怎么变这样了 本来有话和你说 但是你睡着了 其实我想说的是 今天是你和我在这个房间 共处的最后一天 对艾泽的怀疑没有彻底打消 瑟琳娜也不想德里现在就离开 得慎重点一些才行 她搀扶着德里来到床上 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男人 她伸手 我想相信你 德里费羊羊 因为男宠的背叛 她来到雨中漫步 一些暧昧的记忆翻涌毛海 现在回想起无比的恶心 使得心跳得太厉害 身体抖得不行 身后一只大手拽着瑟琳娜 你疯了你在干什么 原来是自己的契约帐 她怒斥着林语是你的爱好 此时蒙圈的瑟琳娜不知所 平日里骄傲的她 却一声不吭地被她训斥 身后两位仆人闻声感 瑟琳娜大人 艾泽大人 发生什么事情了 看着眼前凌乱不堪的瑟琳娜 艾泽立马向她抱着 不用过来了 我带瑟琳娜回去就好 连夜把她的主持一声叫来 让她充分休养就行了 苏菲担心后天的酒店纪念日 瑟琳娜大人会恢复过来 状态不佳的瑟琳娜 提出要去别院 她要一个人在别院睡 先慎重地决定 要怎么解决难选的问题 第二天早上 瑟琳娜早早起来处理公务 不愿意吃任何东西 苏菲正打算劝她休息 瑟琳娜正在看两年前的酒店五片 还让苏菲查海边城市的质量 瑟琳娜疑惑不解 那天约会时明明是说 要把新酒店建在费洛马里拉 几年前艾泽就买下 几款陌生城市的地皮 于是她找了当年的文件 确认艾泽的话是否真实 确定的是她买下的 并不是费洛马里拉的地皮 而是上拓里布里 她这样是什么目的 本来就因为难宠的视频 结果又来这件事 她现在需要了解 这两座城市的关联 文件的内容让她大吃一惊 立马拨打起律师的电话 您之前和艾泽看的地皮 已经签约了吗 从现在开始 你要老实地回答我的问题 如果您骗了我 那么我将直接解雇你 熬门千斤气冲冲地找到丈夫 看到地上的凌乱不堪 不知这小公主抽什么风 瑟琳娜隐忍着怒气 你为什么要骗我 海边酒店的事 你的格雷恩家族 早已在上拓里布鲁战云早跟了 你竟然在那建造我们的酒店 两人就是家族人 而丈夫又是瑟琳娜 最讨厌的家族的人 她很有可能夺走 谢雷一帝的遗迹 况且她还骗了瑟琳娜 那天明明说 在佛罗马里那建酒店 却牵下上拓里布鲁的地皮 你最好解释一下 艾泽默不作声地看 惹得瑟琳娜更加活命三丈 愣了几秒 艾泽表示 确实牵下上拓里布鲁的地皮 瑟琳娜迫切地想要解释 她现在觉得自己特别愚蠢 那天顾着开心和期待 瑟琳娜紧握拳头 我真可笑 我当初还有一点点对你感官 瑟琳娜撕拉撕拉疯狂地撕掉书 看我那么努力是不是很可笑 砸到手上都流血 艾泽呆呆地站在一旁 瑟琳娜别闹了 她怒斥着 你目的是钱吗 想要什么直说 别演着令人作呜的把戏 瑟琳娜一遍遍地置我 都没得到回应 艾泽不知所措 我该拿她怎么办呢 她大步地走向瑟琳娜 一把扛起她 瑟琳娜不停地拍打着 放下来 放开我 艾泽抱到柜子上 抓住挣扎的双手 让瑟琳娜冷静点 这压迫感 使得疯狂地她安静下来 还罚千斤惨遭丈夫和男宠欺骗 男宠已经被打入冷宫 独守空房 一想到丈夫会夺走财产 瑟琳娜对着艾泽发脾气 艾泽难有力爆棚 一把将这八十斤的瑟琳娜扛起 来到书柜前 这压迫感 使得瑟琳娜安静下来 原来艾泽在费洛玛里娜 买地皮是幼儿 为了查出男宠背后的事 而她带着墓地 接近瑟琳娜已是事实 但背后的幕后主使是谁 没想到每天待在房间 和男宠团队 看起来对经营不关心 没想到她会那么认真 艾泽纠结要不要告诉她真相 可自然也得把男宠 是告诉她才行 不知道她会是什么反应 我希望她自己发现这件事 从而利用起男宠才行 艾泽还是选择隐瞒 称自己确实牵下 尚拓里布鲁的地皮 但我并没有骗你 我本来打算在费洛玛里娜 建酒店了 这让瑟琳娜如何幸福 艾泽表示签下她 不一定用来建酒店 她以后会有别的价值 如果你保持怀疑的态度 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卖一样 你想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好吗 瑟琳娜冷静下来 从今天起我要参与其中 艾泽趁现在问出 她一直想要问的问题 你是从一开始就讨厌 我是因为我的家族了吗 每次看见这双眼睛 都是充满愤怒和怨恨 我最想问的是 除了家族缘 是否有别的个人理由呢 瑟琳娜也毫不避论 有啊 这个理由 连外婆和母亲都不知道 不然我怎么会放弃学芭蕾舞了 想知道吗 那你把和外婆的交易内容 和我交换吧 外婆让你帮谢雷泥地重振 你想要什么回报呢 我们都坦白秘密 也许心里会舒畅不少 她总轻柔着 被咬破血的嘴唇 接着探索妻子嘴里的眼眸 心疼得让她别再咬了 瑟琳娜呆愣着不知所措 气氛在阴影的笼罩下 身体不由自主发热 爱泽轻轻按住下唇 这小小地方似乎充满危险 又漂亮又坏 如果将其吞下会怎么样呢 瑟琳娜紧紧紧握住拳头 突然门外响起敲门声 是苏菲来催错 瑟琳娜收回嘴唇 发现自己的心跳的厉害 爱泽领走前告诉瑟琳娜 那些事说了你也不会信 不过 我有件事一直没跟你说 不管你为什么讨厌我们家族 这不是我们的区别 而是共同点 半夜回想起 为什么突然说出这句话 她闭着眼双手紧过拳头 该死的 另一边抱着不偶睡的瑟琳娜 爱泽说的共同点 到底是什么意思 瑟琳娜想过他们交易的理由有良 一种是爱泽和家族的关系不好 所以利用我们家族报复 另一种是想要占有我们家族 可是从内通电话内容来看 应该是后者 瑟琳娜翻了个身 早只问通话内容怎么回事就好了 一整网胡思乱想 难以入眠 总是想起她揉我的嘴唇的触感 然后碰到我的舌头 瑟琳娜用娃娃挡住害羞的脸庞 她对我做了狠话又令我害羞的事 为什么总是想起 越想越睡不着 看着一旁的芭蕾舞八音 试着让她住眠的 慢慢地进入睡眠 小时候和父母一起看芭蕾舞演徒 舞者在舞台上自信发光的眼 俘获了瑟琳娜幼小的情人 从那以后 她迷恋上芭蕾舞和蝴蝶琴 之后母亲给她报了个舞蹈课 之后发生了一些不可置信的事 让瑟琳娜永远讨厌格雷恩家族